我听听一听一听 双汤真是估计不到的 因为第三是挂牌 昨天是单日升了四成 它除了一个升幅大之外 全日成交论最大的个股 还有上市至今 其实只是说三天而已 就升了超过一倍了 之前它曾经是打算上市 不过就割置了 接着延续 看回其实有一些文件 就是它放在港交所上面 就是额外有一些文件 就是披露的 就说到有关美国的行政命令 大约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被美国列入的行政命令 就是不准美国人交易的 其实是今次上市的公司 今次上市的公司 就是双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被列入禁令那间 其实是相当 就是今次20号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 所以它自己的解读 以及它都找了律师楼 去帮它解读那些文件 就说之前说的行政命令 其实就是不会限制 任何美国的公司或者人 去购买他们公司B类的股份 那就是这个招股文件 就是额外补充 就给大家多一些讯息 好 如果照字面解读 或者根据你的理解 其实之前就说 有些美国人或者美国基金 就未必会买了 你觉得今次 看到升得这么急 大家就可能重新会给它一些价值 美资的基金有没有机会追入呢 还有对我们小投资者来说 其实现在又值不值得买入呢 双汤 先说美资基金的限制 如果你说从它现在补充的额外资料看 就是按照它这个说法 就是不限制的 就是按照它所说 按照它所说就不限制的 但是你说作为对于 就是美资基金来说 会不会特别去买呢 我就不觉得很特别的 因为首先问题就是 它可能点出了一个 在这件事上 在相当的角度就叫做误会 但是可能在美国制裁方面 就是一个漏洞来的 既然漏洞出现 那其实填塞就一指公民就搞定了 那我就不觉得很难发生的 就是随时你这头出现 那头可能隔两晚 那美国那边回应完 那就堵塞了 堵塞了的漏洞 就是又不能买 你对于美资基金来说 不会特别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拨打的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反而我比较focus在它的投资价值上 不是说湯汤这间公司不好的 当然无可否认它在 就是说一般大家就知道AI 但其实它最主要强在人面辨识 其实它人面辨识是它和相关的 人面辨识的公司在大陆这样计算 其实可能它和矿市 矿市科技 是 还有在说海恩威士这几间都是龙头 技术上是肯定有的 但是反围的问题就是在盈利的角度上 会有几大空间 因为坦白说它们都是属于一些 主要做政府订单为主的公司 对于海外资金来说 去看它们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吸引力 因为主要都看着反围是商业上的发展 就是它那个技术会不会流出到 在一些民间使用上才会是比较大的 而我们其实参考回 就是在美国有些类似 和它有些类似的类似的性质的公司 就是譬如PLTR 那说着商劏其实你这两天 就是譬如现在这样 去到现价 其实它的市值已经接近是跟PLTR差不多 但是大家很明显 就是对于外面市场 对于这两间公司的盈利前景 以至技术的背景都有些差异 所以如果从这一点去看 就相当是否这么值得 在现在这一刻去买 我就觉得相当有疑问 尤其是因为在短时间内升那么多 主要就是刚才一方面Wendy 你说的 他们去解读文字上面的误会 令到大家可能有一些适宜 原本觉得很害怕的 现在不怕了就买回 但另外有一个不小的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这次IPO本身 发行的流通量很低 就是1.5% 它自己佔它的总股本 总股本就是1.5% 用一个逐一点的说法 就是刚成感 其实你的假想怎么解释都可以 是 反过来到现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大家看到成交出来了 就很多了 换手率很高之后 才有见真章 这个会是一个我自己看的地方 所以变成对这间公司 我自己相对上会暂时保留 Thomas 也有保留 就是如果投资者见到他年升三入 和那两支羊竹都漂亮的 都忍一忍受 是吗 就是这样说 昨天这样升四成 你可以炒日先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 今天这样算 你暂时 我们现在一路说的时候 你见到他都开始开了 少少 就是我们叫开针 就是单日见了高位 如果你说真的炒即日的 你就真的看着即日那支阴阳竹做人 就是譬如现在 我当你就算八个六马 你跌穿即日低位都要走 就是这样 但是这种做法 坦白说 就很明显不是机构做法 所以 我就只能够 以这个情况去讨论 但是肯定不是我们自己的保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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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